可是你要记得 移动跟换表情这件事不能同时使用 例如说我可能人站着 我们上次叫抛天的时候 不是换表情记得吗 怎么换 用人贴贴贴 今晚变 好不好 你要怎么换你看 好例如说 例如说我要让他换表情 那你点了他之后 上方会有个more option 这是什么 上面就是针对这个人物的一个变化 然后呢里面呢 他有两个东西 这个是交换 然后删掉 一个是mati move 然后一个是 这是设定吧 对 然后一个是swap 应该还有一只啊 有两个才对啊 等一下我看一下 藏起来了 好不好 这是新的 这里一个 这个C 等一下 这有一个新的 新的我不会 等一下 我看 我会这个跟这个 要什么时候多这个 我怎么不知道 好 来我们试探看 有没有关系 mati move 跟这个什么 recore 忘记了 一个是换表情的 一个是移动 也就是换表情 一个是移动 好 那我试看看 例如说假设有mati move OK 那你就按一下stop 好 再来呢 这是现在第一个节点 然后我试看看 哦 因为我忘记哪一个是哪一个 好 如果我这样移动 你看下方好不好 下方 下方的地方的话 你会可以增加一个新的节点 所以当你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一开始嘛 然后从A节点到B节点 当我走到B节点的时候 你就给它一个节点位置 好 你会发现它有第二颗 所以第一颗的时候人在这儿 第二颗的时候人在后面 它就是移动 好 完蛋了 要把这个拿掉 等一下 等一下 因为那个移动影响到我 这个老师把它拿掉 我换 我换一个场景 不好意思 来 这三个场景 我们做基本动作 练习一下 好 来 所以一样 让这个人出来之后 你要让它会有走路的感觉 好 然后呢 先把它搬到左边 OK 碰到它之后呢 把这个打开 好 Martin Move 这个点它后 START 好 你看老师按一下START之后 它下方好上多了一个新节点 你会发现 这里 这有一个新的节点 这个节点 好 这个节点就是现在这个节点 记得哦 这个有点会乱掉哦 现在这一个节点 好 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从这个节点 从这个节点开始 现在我把它拿掉 好 点它后 上面的这一个节点的位置啊 你 我先让它从头 干净的 好 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点成Martin Move 好 START 是不是都有一个节点了 好 然后你先把它拉走 拉走 有没有 第一个节点是白色的那个节点 好 如果我要直线移动 就是这样 我们换 从这边好了 来 走到这里了 好 你叫ADD 增加一个点点 有没有看到 第二个点点就是这一颗 有问题 好 然后你在增加节点之后 你再继续动 比如说往上走 往上离我们远一点的时候 来动画概念 当物件在舞台区 离我们远的时候 物件要变小还变大 小 对 所以你看 我们要怎么营造一个人 从你的正前方走过来 正前方这样走过来 动画要怎么做 他在远方你让他变小 然后近的时候让他变大 就有视觉视差效果 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是这样走过来 其实是假的 然后要画路给他 画斜路 你看起来就是他要走路的样子 懂事吗 这是动画的技巧 来 那我们这边进来后 如果老师缩小 缩小 当然是乱做了 好 再增加一个节点 好 OK 来 我们先看一下刚才的 先拨 移动 变小 好恐怖 那我这快 来 请问你怎么变慢 很好 拉节点 所以你点这一颗节点后 你发现他的节点出现了 他都跟你讲 人在哪里 好 你就是把这个节点 例如说往后拉 好 当距离越近 呈现的速度就会越 近是快 远是慢 OK 拨 他还没走 这边还开始走 走过去 懂老师意思吧 所以除了可以移动之外 还有大小 这个是抛称没有的 对 他就可以有很多效果 就是你的东西进来 然后变小 移动到画面 再放大 再离开等等 都可以做一些效果 好 来 那我请教各位 刚才他是不是停顿了 一下下之后才走路啊 那请问我要怎么样 让他一进来就再走路啊 对 很好 来把第一个节点往前拉 对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再看一次哦 他就直接走路了 然后再往上 然后再缩小 这样有问题 所以 Multi Move是移动 Multi Move是移动 这样OK 好 再来第二个Record Record的话是换动作 换动作 好 所以例如说 我们再加一个 我们再加一个 不离开 好 来 New 不对 我按错 对不起 我要按这个 你们 好 来 我们再加一个哦 例如说 人物的部分的表情的变化 好 来 像这个妹妹 好 他有一些表情 好 我希望他一开始有不同的表情变化 一样的 你就是拉开 拉开 好 然后呢 这边就有一个这个Record 你点 他也是用这种逻辑哦 好 一开始这个表情对 Start 好 他会多了一个点点 你看白色戒头出来了 好 在这个时候 我要洗 Nu Nu 有吗 好啦 就这样 转方向 再加 这种头 再加 生气在这里 再加 回来 搞定 会不会 来 空白术点选 后 从头预览 下 转 对 那头这样 那这边是这边 表情的部分 好 表情 所以Record是表情 那 记得 因为当你做了Record之后 你在点他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刚才那些设定了 所以呢 Martin Move加 Record这两个更换表情的功能 他们是要分开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的是 这个女生表情做完之后要移动 对 只是他表情做完之后 一样叠着另外的表情 或是换另外的场景后 叠一个表情给他 这个人在动 就在抓一只心的进来 一样的表情 再让他动 这样就好了 听到我这意思吗 所以会不会你们这一次的作业做完之后 如果有人物的全部都长得一样 是 你听老师 辅大系列 不是木乃伊 就是小男孩的小女孩 每个人都长得一样 知道 自己想办法好不好 也OK 就是很可爱 因为这个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 让学生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就是长得一样 然后旁边这边 就是每一个物件的 你点它之后 旁边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效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点一下 好 所以这两个例子 练习看看好不好 一个是移动 然后一个是换表情 那不好意思 同学 然后换表情 如果你希望他快一点 一样的 下方节点 往前拉 对 然后再来 如果要改呢 如果要改 你要先点到那个节点 这个节点就是这个节点的样子 然后你点它后 点方向后 例如说我们点这一只 然后点完之后 你要按update 更新 这个表情就会被换掉 听懂 再一次 我们点这个物件 点了这个表情后 我想要换表情 好 我点了后 好 update 换掉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 如果拉近一点点 它的速度感觉会出现 会比较快 就是有近有远 跟着你的讲话的那个 语词的速度 来做表情的呈现 好 来 继续 空白处点一下后 播放 它就快一点了 对 就是感觉很自然 表情上会比较自然一些 好 来 试一下 两个东西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